今天第四場賽事,棋肉電視杯跑千八米的草地 八匹馬入閘了,隨時起步 好,一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些,情形天湖出得最快 接下來有桂芳,外檔明湖美景會搶前走 看看他搶不搶,內檔那邊就是盛況 然後出來的馬,外檔黑衣奇譚千夜,暫時在第五位 在他後面還有赤田斌的大熱門,尾位置是花信之連 包緊密暫時是李建仙進,跑了四百米左右 前面單騎帶出來明湖美景,守著第位,情形天湖 附著第三是貴方,貼欄第四是盛方 過幾馬威,奇譚千夜,拍著內檔大熱門的赤田斌 貼著欄中的花信之連,尾位,包緊密暫時是李建仙進 頭尾馬,距離很近,四個馬威左右 走過千二米牌,暫時帶頭明湖美景,扣實帶著過幾馬威 守著第二位是貴方,貼欄第三,情形天湖 扣著第四是奇譚千夜 然後馬,先見到赤田斌大約在第六位 花信之連就在他後面 不過暫時,李建仙進還是最後那一匹 一路轉彎的石頭,前面暫時 明湖美景仍是單騎放著,貴方一路守著第二位 奇譚千夜,我當是走上了一點,貼欄第四,情形天湖 大熱門的赤田斌,守著第五位 在內檔還有勝方,退了一點點 扣出外檔是李建仙進,包緊美暫時變了花信之連 過了六百米牌,前面 明湖美景暫時還帶著過幾馬威 內檔情形天湖想拿去,內檔就拿不到,要轉線 走出外檔想奇譚千夜,中間上來就貴方 大熱門的赤田斌暫時在外檔慢慢推進 最右三百米範圍的時候,前面明湖美景還帶著過幾馬威 追著他奇譚千夜,外檔赤田斌上了一點,又未算很厲害 所以前面的明湖美景暫時還未斷,頂得住 赤田斌來到這裏就趴著了,衝一下一步衝一下一步 看個勢就過得了,郭忠祐第一名 赤田斌第二名,明湖美景第三名,李建仙進也衝到上來 第四要拍照,看看奇譚千夜頂不頂得住 李武華又贏了一場,他一邊忍,第一次增情 他又不敢太早發力 一衝行也不能說 對,衝行就贏了 明湖美景是短直路馬,長了直路就只有更不足 可能不敢太早發力,這次是家庭 但衝行就厲害了 連續未轉播一場 今天是他日的了,看來也是 五百三 三號應該可以拿到冷腳了 第四,看看是花信之年 還是奇譚千夜,那兩筆影 三號起步很慢一慢 鬥個彎,最後第三 剛剛夾著中間,要看一條線 五就贏 赤田斌,明湖美景八,跑第二 是拍第四而已,第三也不用拍了 先進第三 第四,嘩,遮蓋了 伸到準 很難看 那就真的看不到 剛剛騎士遮蓋了 遮蓋了 一同七影 雖然他有個頭罩鼻孔 但剛剛那個位置遮蓋了 好了,應該是另一條大Q送上給大家 暫時不下雨都可以 一邊 出馬少一點 好,李武華計登登之後 這場的赤田斌也是輕鬆 好,福榜完畢了 第四場 第一名就是五號的赤田斌 連日五答八,三十五個半 二重彩五號八號,五十七元 三重彩五八三,三百五十五元 單T一百五十三元 位置Q五答八,十九個半 三答六十九元 三答八,一百零五個半 四連環三,五七百,一百五十一元 四重彩五號八號,三號七號 一千三百二十一元 賽事完成時間 一分四十十秒三 頭馬人二馬,一有四分一馬位 二馬人三馬,四分三馬位